千万不要 只用一种方法 第一种上篮 刚才这种场景呢 是前方队员突破了来架 面对中中古防 来进行上篮的一种动作方法 一般来说中风 远击起跳 然后当你上篮的时候 直接封盖篮板 是绝对是行为操作 所以说你用第一种上篮 在四十五条以下 用第一种上篮 背包之后 直接都会往篮板上出来 根本没有付出机会 上篮的好处呢 就是当背手 进行封盖的时候 可以用辅助手 来进行扣开 用你的投篮手 来进行打板 记得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借着篮板 其他担心 然后呢 用辅助手来 隔开 反好 用高的手来 这样呢 能够更好 撑到二下一帮的机会 而用第二种手来 除非是 你已经超过防守队员 一个或是当个声位 这个时候 一种地方 还能不能实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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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